世界开满了花 萨莉娜 晚饭你可基本上没怎么吃 是三婶做得不好吃呢 还是你有什么心事 最近跟我汉克怎么样 我可是听说啊 人家汉克上次要跟你求婚呢 我天天打扮着花枝交展的 我就是准备随时应对他的求婚的 女人被求婚的时候 是地位最高的时候 是绝对的女主角 你就应该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啊 三婶 结果你猜怎么着 她完全把这件事情给忘了 我都被她气死了 她为什么呀 都怪徐天呗 跟她说我根本就不在乎这些 幼稚的求婚行为 这个大傻子她就真的相信了 还有这个汉克 我真是个老实的孩子 不过 你不就是喜欢她这点吗 她是实在过了头 那就是笨 反正我现在不想理她了 那怎么办 要不 我去跟汉克说说 别 算了 别理她 三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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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跟我说说 当初三叔是怎么跟你求婚的呗 我们那个时候跟你们可不一样 我们刚刚来这里 我们还在为生计发愁 那像你们现在 花钱月下的 是 那云叔呢 三婶 在北京的时候呢 你跟云叔在一起的时候 他怎么跟你求婚的 云叔他那么嘚瑟的人 他还不得大张旗鼓的 你跟我说说 反正三叔也不在 跟我说说 他当时什么都没有说 就是把两张机票拍在我面前 也不知道那个时候 想买两张非国外的机票有多难 其实到现在我也不知道 为了这两张机票 他求了多少朋友 脱了多少关系 但是最后 我们只用上了一张机票 为什么只用上了一张机票 回忆 总是让人心疼 又觉得美好 只有曾经的年少无知 懵懂轻狂 才会在岁月沉淀之后 还有故事可以细细回响 品味感伤 可以 你別動了 哈 誒 我談談 什麼 什麼 我懂什麼 我談談 拿來吧 我告诉你啊 好 在你们这儿 有摇滚乐是吧 其实我告诉你 在中国也有 我说什么 你听着 听着听着听着 我的天啊 好 好 你怎么来了 云叔你怎么在这儿啊 没事 是谁说绝不踏入 喜遗殿街区以外的 任何一个地方的 我这也出来转转了 这么多年了 我也觉得在里边太憋屈了 出来走走 你上班这儿 对 我上班 得嘞 走了 嗯 进来 你找我有事儿 长得那么漂亮 演技又那么好 怎么不去当演员 又来当设计师呢 怎么不去当演员 透露音的事儿也是你做的吧 你什么意思啊 你为了维权 破坏工作室规矩 我虽然不赞同 但是敬你是个战士 你在背后打我小报告 我也可以认为你是天真无邪 不按事实 可是剩下 我真是想看你了 奥斯卡唱一个小金人呢 可可我真的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你把你自己的创意拿回去也就罢了 你还把我洛萨诺 所有的设计师那么多设计 打个包抄戏 我该向你学习呢 你和你那个 什么律师朋友 叫 对 徐天 简直是一路货色 录音这件事儿 就是他教你的诏书吧 这个办公室应该很快就是你的了吧 我看好你哦 好好熟悉熟悉 我们还是有钱 还可以 对 她是神Xia 她是神Xia 她是既然批译成课 其他设计师的工作 我从来想起她的事 你能不能想起她的事 她以前是在我身上的事 我知道 但 嘘 让她的声音 我一直在想起她的事 哪里来了路易 难道是徐天 来 这个显得很气派 这个不错 这个红的显得很大气 有没有 我看这个 这个格子 这个很符合我风格 我有很多格子成衣了不过 来 我试这个 来 这个好啊 这个 这个白的写得很精神嘛 很亮的 大大方方的 你看有没有啊 配上这个呢 这个 这个 这个也是格子的 给你 我问你 你知道这次出席 是什么目的吗 目的性 什么呀 你是要向全世界宣布 你是著名设计师 谭争争女士的男朋友 没有 然后呢 所以你知道这次 蛙子的设计师是个男的 并且是单身吗 知道 你知道这个男的帅气 有钱 而且开着豪车吗 你知道这个男的 在京城有好几套豪宅吗 你现在知道了 要好好想想吧 凤和设计师第一次亮相 设计师穿自家品牌衣服 也很正常 顺便标表你的中心 行 拍拍看吧 有喜欢的吗 那件不错 那件不错 对啊 是吧 我觉得也挺好看的 你的肤色也蛮适合这个颜色的 而且它这个 光影剪也蛮好的对不对 而且它这排厚的 你看看这个地方 对不对 蛮好看的 我这边要再 太多了 太多了 衔接一下 对了 反正帮你带了一个项链 项链 当然去看一下 链案有点贵啊 但是还很开心啊 你觉得我当时穿上帅不帅 没有 那天要穿上之后 蒸蒸要穿这身 然后我穿这身搭在一起 你觉得怎么样 配珍珠的话 这颜色我觉得好像 那个 我觉得你还差双鞋 咱们到那边买双鞋 来就往那儿 走走走 快走 转开音乐 拜托 我会召警察 不好意思 如果你不转开音乐 我会召警察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会召唤 剩下 剩下 音乐小点声 人家都说你叫我闻了 这 这 这 来 喂 喂 李总 欧洲那笔订单出事了 您可能得亲自来一趟 好好好 我马上 准备一下就回北京啊 好 梯台 每一位设计是仰望的地方 曾经我以为 只要努力就可以实现梦想 可现实 像高峰滚下的巨石 把每一位追梦人 砸到伤痕累累 谁说过 欲带奇怪 必成其重 世界那么大 总有一个地方的太阳 能照耀我的梦想 一直不断往前冲 你重学到双手 放了也能够稍微退后 我们总是以为能够自由 回过头那世界学 低球 爱爱爱爱爱 好 好 剩下 那个 你先听我说 我亲你一个对不起 凯文 应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 这几年我想的都是自己的事业 我没有准备好结束这段感情 我们现在是在检讨对方吗 人不都应该检讨过去 他能更好地面对未来 未来 剩下 以后 凯文 以后我们还是朋友 你真的都想好了 我已经买好了回北京的机票了 回北京 有一件事情我想告诉你 其实 那张被剽窃的设计稿 是我给许天设计的 不能忍受他被人占为己有 更不想遵循他们所谓的行规 那许天知道这件事吗 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 徐大律师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好吗 剩下 凯文 我的意思你应该很明白了 我们都需要尊重自己真实的情感 谢谢啊 谢谢啊 你答应我一件事 不管怎么样 你以后一定要幸福 我们都会幸福的 都结束了 都结束了 来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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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是我提供的设计 你以为这种评论你给了这种评论 由 Coco & Other Designer的评论 这些只是评论 我不明白这种问题 抱歉 我不能接受 我的意思是 工作在这里 工作和你 我的余奴 一步在这里 第一次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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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事实 很痛 我感觉 我脱下 从我的梦 你知道吗 我从你的眼睛 从你的眼睛 从你的眼睛 可能你认为 我脱下 我认为 我不能理解 你的工作的概念 而我认为 我能够 进入你的组织 你知道吗 实际上 我是不是 正好人 所以我认为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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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成功了 我认为 我认为 找到我 我认为 在北京 谢谢 Steven 再见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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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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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 他在认为 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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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认为 我带走的都是我个人物品 如果你想查的话可以查 我指的不是这个 我说的是你那份善母设计告 那是我自己的作品 不 按照合同员的计划 按照合同员的计划 我决定你在Steven工作室工作期间的所有计划作品 都不仅仅是你一个人 如果我坚持要带走呢 那Steven公司会起诉你 Donald的路错是最顶级的路错 Steven他是计划的Donna 我想跟我们大官司对你百害而无一利 别拿鸡蛋去碰石头吧 别拿鸡蛋去碰石头 许天教你的 是的 那如果你愿意 刘莎这份设计早 这支票就是你的了 看来我的设计挺值钱的 宗莎 你们中国有一句老话 道不同 不相为谋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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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吧 走 风也好大 真的想好回北京了吗 是的 该回去了 就这样吧 以后有不痛快 别大吃大喝了 谢谢你的胃药 我会记得吃的 没问题 别客气 再见 小心 是这样的 别客气 是最爱很高的 快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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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鲜蜓 你说我 我这么穿 真真会喜欢吗 我有点怪 你自信点 别那么拘谨 要随意放松 不在 男人最重要的不是有没有钱 是有没有自信 对不对 不对啊 我买衣服的时候你不是这么说的呀 你说男人最重要的是门面 面子 不然我买这么贵的衣服干什么呀 我就是想骗你买件贵点了 下次我好接着穿 你个人长 不是花你的钱是不是 你不心疼 你说这帮人 是不是脑子被烧坏了啊 就是出席的场合嘛 有必要穿这么贵的衣服吗 真是有情烧了 哎 哎 手里啊 你知道一个男人 怎么样能捧住全场吗 怎么样 要有强大的内心 明白 嗯 差不多 来 头两个 好 成大的内心 嗯 要自信 对 好 来 来 许前 是我 乐森 我昨天去了一趟Steven那边 我听说今天下午 圣沙小姐要飞回北京 你说什么 你跟我说 这三天我不应该打扰你 所以我就 我没告诉你了 但是 几天几天 圣沙小姐已经辞职了 为什么突然辞职 还是因为她那份设计稿吗 是的 圣沙 你真的想好了吗 现在离开 以后就别回来了 你真的舍得那些朋友吗 你不是一直希望我回北京去吗 嗨 走了 那你先上车吧 走吧 欢迎认识 I have him under control. Everything is going to be alright. Thank you. I have a problem. It's a minor trouble. Nothing really. There's this obscure lawyer called Tom. And he's actually trying to gather as many residents to come after us. The pollution issue again. Well, as you know, our Shanda group has been working really hard on this new project. And after three long years, our chain restaurant group is about to be launched. I think there are a lot of nasty people who are secretly insanely jealous. Well, that is correct. But whether that lawyer comes and tries to rob us, or it's the competition that's coming and try to backstab us. Doesn't matter.I'll play along. Cheers. And by the way,where is our main actor tonight? As you know, he's in a lot of cases recently. Hmm.I know that. He's actually a superstar here in the business. The Shengda case made him famous. Especially thanks to the Shanda's pollution from the construction group. Don't worry.Shu Tian is one of us. No one can get out of Donald's porn. No,no,no,no.No one can get out of their own cage. Cheers.Cheers. Hey Donald. Where is Shu Tian going? About that. Shu Tian is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make it. He had some urgent business that he had to attend to. So I'm here on his behalf. Anthony,he wanted me to send his apologies. AV,it seems that you always know everything. I'm here on the road. I'll talk about his own, I'm just gonna be a-for-the-day queen. And by the way, he knows his doctor on the road. No one can't be able to meet people. I can stand by my friends and help others with him. It's a long time. I can stand by my friends, I'm here on your side. I can stand by my friend, I can stand by my wife as a girl. I can stand by my wife. 设计师赢 你还有很多的机会 我知道 它没那么重要 那你为什么要走呢 你的梦想马上就要实现了 为什么要放弃呢 你不是立志成为一名 优秀的设计师吗 你不想 我没你那么渴望成功 再见建筑中心的大律师 斯蒂芬已经做出任务了 只要你回头 梦想就能实现 所谓的让步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还不清楚吗 你和斯蒂芬说了些什么 我什么也没有说 作为一名律师 我只是善意地提醒他 当心可可拿乔义的事 作为把柄要求他 你知道你这么说的后果是什么 斯蒂芬最讨厌受制衣的 你这么说他怎么用可可啊 我只有这样才能够保护他 我只有这样才能够保护他 补好你的设计法 你不希望你不择手段 如果你非要把 努力争取定义为不择手段的话 我也无话可说 但是我想问你 你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既然你们选择了 在斯蒂芬的工作室工作 你们就应该认可他的游戏规则 在他的规则里面有些是强盗 有些人 就要暂时成为牺牲者 我不想做强盗 我也不想做牺牲者 那你这么一走两驻 你叫做逃避 你懂吗 徐天 真正逃避的人 真正逃避的人是你 是 你现在是大律师了 我们的徐大律师 刚刚帮了一个臭名昭著的色狼 将一个无辜的女孩送进监狱 还跟那个色狼一起登上了 报纸头台 你知道我在那张报纸上都看见了什么吗 我看见了害怕 你口口声声说要按照游戏规则来 那是因为你害怕了 你向那些以前你最讨厌的人屈服了 有些时候有些事情的真相你是不一定知道的 或许吧 但是我现在只知道 我以前认识的那个徐天 已经被你杀死了 你有没有想过当初皮特为什么会同意指证那个团伙 那是因为他信任你 他相信你会代表法律深圳正义 但是现在呢 现在你都做了些什么 你将那些东西全都丢进了太平洋了 我想说我自己的这些团子 有什么事 每个人都开始 如果他就做了这些团子 你不看能不能为你 能为你 你还不然呢 因为我想好好帮你 一帮你 要不要去 你 我怕你 然后我怕你 我怕你 霓虹几残 无声的地铁孤单 你跟郑佳是不是彻底分手了 哎呀 喝什么喝就得到喝 你赶紧去北京把贾小朵接回来啊 啊 得 我来给他打电话 爸 你能不能让我记一记 谢谢你 许天 你现在在哪儿 随着酒吧 好 就这样 待会儿在酒吧外碰面 我都快忙死了 不是 你带我来我们家店干吗呀 我找你有一间非常重要的收拾厂 我啥 什么事 快说 快说 我最近不是新台译女朋友吗 我先让你帮我女朋友挑一件的 一个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闲啊 我都快忙死了 哪有功夫帮你女朋友挑 不是 那天 那天邵琳挑衣服 可是我帮她挑的呀 所以你要还我这个人情 邵琳 她衣服爱逛街的人 她买什么衣服啊 还让你帮她挑 你是真不知道吗 你没发现你最近变化特别大吗 邵琳她一直都在琢磨 她穿什么样的衣服 才能跟你更搭呢 那天我们两个正好从这店门 路过的时候 我那天要穿上之后 整整要穿这身 然后我穿这身搭在一起 你觉得怎么样 配征服的话 这年妇 这年妇 当 当然了 少林没看见可是我看见了 我就是 其实想说吧 你这段时间对少林关心 实在太少了 我觉着不合适 不是 我 那个 你觉得 如果是少林这么长时间 也不怎么搭理你 你说你会怎么想 我 我 可是我最近一直在工作啊 你确定吗 我跟你说 我们家少林呢 是个死脑筋 我脑子比较硬 而且特别敏感 可能别人觉得 没什么的事情 他不一定能接受 整整我相信你知道 少林他有多么喜欢你 所以 你自己想清楚 什么意思 回来了 小谈回来了 什么情况啊 怎么啦 这什么情况啊 怎么啦 小谈 我怎么了 这脸拉得跟长白山似的呢 啥表情啊你 没事 那儿 那个 晚上吃火锅行不行啊 这 这天气最适合吃火锅了 你让少林也过来 晚上一起吃 又不理我 是吧 你已经第三次不理我 我都给你记了啊 算总账 行了 那你准备火锅去了啊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请消 您好 我去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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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儿子 还好 我去干嘛 我来干嘛 我去干嘛 我去干嘛 徐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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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啊 有件事我没告诉过你 剩下为你设计了一套衣服 我没看过 但应该是他设计最漂亮的一套 要不然徐天也不会死 我想抢走那套设计 你在说什么 你知道吗 以前我完全对你是 羡慕 嫉妒 因为你拥有我得不到的东西 自由 梦想 爱情 但现在 我们都一样 欢迎来我的世界 一张设计高有那么重要吗 它不会影响你的整个设计生涯 你还有很多的机会 我知道 它没那么重要 那你为什么要走呢 你能梦想马上就要实现吗 你为什么要放弃呢 你不是立志成为一名优秀的设计师吗 你不想啊 我没你那么渴望成功 再见进入中心的大律师 是 误会是什么 是错误的领会 是无法了解彼此的真心 就算靠得很近 但心里的距离 却比想象中的远 误会是什么 误会是什么 是心里其实有充分的理由 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就算能开口 所谓的解释 也只会被贴上狡辩的标签 于是两个人之间 形成了平行线 而无法教会 最终 在对方面前失去了同行的本能 却获得 推开彼此的资格 最后一抹夕阳伴着月光 撒在你的脸上 我闭上双眼 想想 风吹动月儿摇晃 树叶在傻傻乡 全世界都是 你的模样 我靠在你肩膀 看着远方 眼波在流淌 好想把这一切 收藏 记得你说过的话 在我心中发芽 在我心中发芽 有你在的世界 才是天堂 乘着你的翅膀 带我飞翔 即使风大 我也不怕有你陪在我身旁 翻过最高的那个桥 就能看见最亮的光 住在你的心上 不得慌张 你的声音不得回想 告诉自己要坚强 你就是我的避风港 在我最绝望的时候 翻航 乘着你的翅膀 带我飞翔 即使风大 我也不怕有你陪在我身旁 翻过最高的那肚角 就能看见最亮的光 住在你的心上 不得慌张 你的声音不得回想 告诉自己要坚强 你就是我的避风港 在我最绝望的时候 翻航 最绝望是翻航 最绝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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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绝望 最绝望的